《氣象冷知識》 歡迎收看《氣象冷知識》 最近有朋友問 他說氣候轉變 全球變暖 假以時日 香港的氣候會不會由現在的亞熱帶氣候 變為像新加坡一樣的熱帶氣候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 不如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在讀書的時候 課本上寫著香港處於亞熱帶地區 而天文台網頁也寫著香港氣候屬於亞熱帶 究竟氣候是怎樣分類的呢? 在古希臘時代 當時的學者已經認為地球應該分為三個區域 分別是赤道至南北回歸線的熱帶 入了南北極圈的寒帶 以及夾在中間的溫帶地區 當時認為熱帶和寒帶 天氣極冷極熱 人很難適應 只有溫帶比較適宜人區住 香港剛剛是位於北回歸線附近 有熱帶比較多雨和天氣熱的特質 亦有溫帶季節明顯的特性 故此叫做亞熱帶 隨著人對地理知多了 知道地球有陸地海洋之分 又有高山和平地之別 故此這麽籠統的劃分方法 明顯不能夠反映到某個地區的實際氣候情況 終於在1900年 德國科學家柯本 就繪製出世界氣候分類圖 將世界每寸地方都分裂 柯本本身是植物學出身 它的氣候分類圖是基於自然植皮分布而設計的 簡單來說 它依據連雨量將全球分為濕潤和乾燥兩大類 然後根據溫度 再將濕潤地方劃分為A、C、D和E四類 A代表尺度熱帶 C就是和暖的溫帶 D就是有雪的地方 而E就是極地 加上將乾燥的地方定為B類 總共得出五大類 有十億個亞類別的世界氣候分類圖 這個圖的概念已經用了百多年 現在還在用 經過後人不斷的改良和更新 最新的氣候分類圖 總共大約有三十種不同的氣候類別 香港就落入和暖溫帶之中 冬天比較乾燥 而夏天炎熱的一類 在地理上 香港是受到季風所影響 理論上天氣怎樣變得好 都不應該變得像新加坡一樣 氣候轉變又怎知變暖那麼簡單呢 而是極端天氣發生的頻率多了 對人的生活甚至是生存構成威脅 無論香港還是新加坡 都要面對氣候轉變 想辦法去緩減 又或者適應氣候轉變所帶來的影響 你又準備好過低炭的生活嗎 這集的氣象冷知識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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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